那個A加B加M 你講的是這個嗎 那他其實是有點取巧的方式 這樣出國又回來 然後又又設法再混打到 那我們並沒有看到說有A加B加M這樣的一個 效果有更好 或者是安全性有更好的一個報告 反而是說第一個出國打疫苗 本身就是有 這個特別專程為了打疫苗出國就是有 增加這個染疫的風險 我們在最近的金牌入 有個案 也有看到這樣子打了疫苗 反而是 還感染到這個病毒 甚至Delta病毒 帶回來國內的這樣一個對自己跟對其他人 的風險 那另外就是多打一劑這個別的廠牌 或同廠牌的疫苗 比如說打了3劑的疫苗 在短時間內 事實上對這個保護效果是不是有 增加不得而知 但是對於自己的這個可能打 疫苗產生的副作用一定是會稍微增加的 所以這樣其實是冒著不必要的一個風險 在做額外的事情 所以我們是不建議 那也希望民眾 可以多這個注意這樣的一個情形 不要 刻意的說還要去爭取這個 額外的第三劑 然後不同廠牌的疫苗來增加 自己健康上的風險 也增加這個出國 打疫苗染疫的風險 指揮官好 想要就剛剛那個打3劑疫苗的問題 再繼續提問 想要瞭解說 就是他是 從國外打了第二劑的輝瑞 再回來打了第三劑 那這當中是不是其實國外打了 其實是不會有記錄 那以後未來會不會還有相關的人也這樣子 進行 會不會有一個疏漏的問題在 那因為他第一劑在國內打了AZ是自廢 但是第三劑又打了莫德納 那他是不是在第一劑 在系統沒有登陸成功 才會導致他在回國之後 還可以再打莫德納 那目前混打相關法則 有研溢出來了嗎 謝謝 第一個 我想說這當然政府的一個檢查 在執行上面一個流程的一個正確性 讓他有效性 當然很重要 但另外也真的要呼籲 這種疫苗跟藥物一樣 不是吃越多越好 他要剛剛好適量 對症下藥 那有很多的科學的證據 那就有國際 有很多的相關的單位國家都在研究中 那貿貿然然的自己就這樣子 東打一個 西打一個 那下次他可以去關島打 也可以去香港打 那打的全身都是 那是不是對自己好呢 所以這個第一個是觀念上要正確 藥物 疫苗跟藥物一樣 第一個是要對症 然後使用的方法 所以在吃藥大家想說 這個一個 就是什麼樣的失陰症 那該怎麼吃 早上吃一顆 晚上吃一顆 或是每天吃一顆 那大家都要遵照這樣的醫主去做 他對自己的身體最好 那打疫苗也是一樣 都有一定的量 不管是劑量 從第一 臨床一期 二期就開始在 定說怎麼樣的劑量是最有效 又傷害最小 等等的 這都經過研究過 那貿貿然然的 自以為走了很多的漏洞 打了很多 對身體絕對不會是好的一件事情 那至於就是說 那個是第一次打AZ嗎 我不知道他是 我們有查到他的確是第一次自費打了AZ 然後到後來是打Moderna 這個大概都有查到 那這部分當然就是因為這個健保卡上面 那未來再連線 如果能夠做得更精準 現在大部分的都已經把這個事情做好了 所以未來這樣的事件應該會越來越少 但是我還是重要的 我還是要呼籲 這疫苗不是打越多越好 整個涵蓋率是越多越好 我要講一下修正一下 社會整體的涵蓋率當然是越高越好 但是對於個人 絕對不是打越多劑 然後越多種就越好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九四藥客宿 2020台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 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 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是 下載三立新聞網 APP 即時新聞不露接